屏东一间刺青店去年10月底遭人恶意的纵火 当时许姓范嫌疑似不满店家拒绝帮忙插队刺青 竟然怀恨在心 也导致刺青店老板黄姓夫妻死亡 检方侦查终结 依照纵火跟杀人罪嫌将嫌犯起诉 回想孝顺的儿子跟媳妇葬身火枯 死者家属落泪 辛勤人无法平复 请律师500万要来跟我们和解 当然我们是不愿意 就是不愿和解 毕竟儿子跟媳妇大好虔诚 因为一把火就此毁了 希望法官能够重判他 最少也死刑他 这起纵火案发生在去年10月29号凌晨 屏东市冥想路的刺青店 当时许姓嫌犯 疑似不满老板拒绝帮忙插队刺青 禁恶意纵火 造成刺青店老板娘死亡 黄姓刺青店老板经过多日抢救 仍宣告不治 重回刺青店 房屋焦黑一片 大门也以铁皮封起来 而就了解徐行嫌犯 对案情避重就轻 且意图以精神疾病来避罪 遭积压四个月 最近也被检方依杀人 公共危险罪嫌起诉 于113年2月29日 已审台湾屏东地方法院 并经法院裁定继续积压 如果没有自首或其他减刑事有 基本上就是十年起跳 判死刑的几率不高 尽管律师认为 犯嫌死刑机会不高 但人为纵火 酿成两死悲剧 如今家属仍期盼 法官能够重判 还给死者一个公道 这个评论众报导